那因为现在呢民众党开始呢 陆陆续续的有非常多的这个 选后的一个参会 就是感恩参会啦 但其中有一个呢 就是在24号这一天 北部的部分 那当时呢在包含的党公职都来了 还有一些像是黄成国也来了 网红馆长也来了 爱丽莎莎都来了 但是他们的立委蔡壁卢 确实没有人 而且呢是没有人通知他 后来他是上了节目的时候 有人问他说 那你那个怎么没有看到 你去参加24号的尾牙 他才说有什么尾牙 什么尾牙我不知道 所以他才知道说原来是这样 但是后来他们有解释说 那不是什么尾牙啦 就是一个北部的感恩参会 那他在今天呢 蔡壁卢他也在领书上回说 尾牙是小事啦 大家不用再放大 我要请教一下张将军怎么看 就说民众党现在内部 似乎也有一些这种 分化的声音出来 你怎么看 对我认为这一次的 这一次总统大选 民众党这一组算选得不错 选得不错 三百多万票 三六九 四年的成果 但是我们来看 他可不可以保持高档 问题是在这个地方 我认为他不会泡沫化 但是会逐渐弱化 弱化 一个是逐渐弱化 还是逐渐强化 两条路嘛 没有中间一直保持这个位置 这个是静态才会这样 我认为他会逐渐弱化 我认为我从四个角度来看 第一个角度 他没有中央跟地方的行政资源 你这样的话 你这个党怎么样 就没有人才培养库 人才培育库就没有了 没有人才培育库 你将来怎么去打仗 这是问题 因为他现在在中央跟地方 他刚刚开始起跑 那这方面是缺乏的 两大党在夹杀 都很用力 两大党都很用力 没有说不用力 不过他2026会推很多议员 会会 就变成地方化了 梁哥有说会推100席 对会推这个议员 会当选个50席 应该有 这么高 全国 那他变成就是地方 对 在中央的话 中央 地方包围中央也是个方法 但是问题是两大党 这个我们的县市长的选举 还有地区立委的选举 都是两党对决 县市长 包含总统 那这个他会被两大党假杀 那其实我在地方做图存 那地方能够杀出多少重围 我认为两大党 也不是省油的灯 他们能够 如果是比如说这个 这个有9席 民众党来选一席 那个有8席 民众党来选一席 这样累积出来 就像梁哥所讲的 还是有机会的 有机会就要被人地方 要被人地方成气候 你能在地方成气候 可能在地方上面 有这些局部的地方的影响力 但在中央没有办法 两大党假杀 当初大家想到说 民众党这一次的 不分区的立委 可以拿到9到11席 结果也是有拿到9席 8席 8席 结果知道8席 变成这样子 我们来看 在这个被两大党 假杀的状况之下 他只能拿到8席 人家9席都没有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第二个基层实力 基层实力 国民党跟民进党 在这个长期的耕耘之下 基层实力是很强的 尤其是里长部分 那里长部分的话 当然里长部分 绝大部分是无党籍 民众党可以从这边来 做经营 但是毕竟是有限的 这个他能够触角 能够到什么地方 能不能够马上立竿见影 我认为基层的实力 对民众党来说 没有那么快能够进入状况 你这个基层实力 是要靠人脉 铺天盖地的去经营 长久的去经营 没有办法立竿见影 那基层的实力 是民众党在这一方面 最缺乏的 我认为这第二个就是基层 第三个 有没有持续去创新 因为这一次 柯文哲能够选得不错 他有些口号 马上还说 大家认为他不错的 他是可以寄予厚望的 是这样子 他能够持续创新 但是说 持续创新之后 会有一个风险 你打了是不是打高空 是不是讲空话 是不是切实际 那小草会看 会做检视的 你这个有没有 在持续创新 就有没有持续成长的动力 因为年轻人 比较看新的 你这个可能 百年老党 或者民进党 执政那么久 还是这个状况 你没办法进步 好像民众党 有这方面的动力 有这方面的创新 有卖点 有热点 可以 但是问题是 你们能持续 两年三年之后 是不是消退了 我认为这个也是他的一个 一个灶门 民众党的灶门 另外一个我们想到 他现在的八席的立法委员 每一年 每一任两年 两年之后 八上八下 你这样的话 八上八下对他 每一个这个立法委员 这两年 在立法院 可不可以形成战斗力 他可能要为他的两年后 要去想 他只有一个立委有经验 叫黄国昌 对 那他这一年 一年熟悉期 第二年他就要 是焦虑期 为什么 他以后怎么办 对 他政治生命 还是要走到他的 另外一个生命 那他有焦虑感 对 那你这八席 就没办法形成 很强大的战斗力 第一年在建席 没有经验 两个刚才说得很清楚 那第二年的话 我的后路的焦虑感出来了 所以他怎么样形成 强大的战斗力 这个是有问题的 而且人数又少 他在对了52席 51席 加上自己就有8席 你又在只有两年的 同样的我们在看 两年后换了另外八个 统统是伸手 对 伸手又上任了 又在那边 又开始摸索了 又在摸索 他在牛棚 当然他可以在牛棚 看了两年 那真的上手不一样 不一样 那是短兵相接 真强实弹的 好 他一年又十一 第二个 他又要去想到 第二年马上 这个任期 会期很快就过去了 马上面对他下一个 到底他走政治生命 还是走他的 基本的生活 最起码他能够讨生活 那变成这个状况 所以民众党 他有结构障碍 有结构障碍怎么办 我们可以想到 这个最重要在当下 还有一个 我们的选址制度 不分区的立委 是按照政党选票 区立委绝对是一对一 县市长选举 绝对是一对一 选举制度 对小党是不利的 他想要杀猪重回 像高宏安一样 那是多么困难 国民党弃保 帮忙嘛 因为对有弃保效应 您跟人大家很清楚的 他才出来 那如果您跟人没有弃保 高宏安不是能 一那一点点就回去了 所以我们看得出来 民众党这个五个障碍 能不能克服 是他这个2月1号 以后要面对的问题 那另外还有就是 在选这个委员会 那徐小新呢 他说他进到立法院 第一志愿就是锁定国防外交 要检定前件国造案件 那网友就说他是现代花木兰 亮哥怎么看 因为你之前在立法院嘛 那抽这个办公室啦 还有进委员会 有什么样的美感 因为新科的恐怕 他没有什么选择权 比如说国民党热 热衷的经济交通财政 徐小新一定没有机会 所以他就挑国民党相对冷门的 司法啦 国防啦 还有卫环嘛 那卫环在民进党就非常热门 为什么是因为资源 因为民进党以前就是 分配可以很多 就是长期跟中下阶层在一起 他你用得到啦 卫环的东西你用得到 因为劳动部就在卫环啦 那徐小新是让他现在在练 淡江战略研究所 所以他算学以致用 所以我们乐见 看他对潜见国造 能够监督到哪里 那必然会跟华杉杉发生冲突 这个高嘉瑜 高嘉瑜那个人家是在讨论风水 那是华阳明在讨论风水 因为高嘉瑜是青岛二冠 青岛二冠的落选率是最高的 但是也是有连任啊 像那个玉珍还有这个 是啦 高金他们都是连任啊 那就是韩国瑜那个 那一间刚好连续四届都落选 可是如果他选上立法院长的话 就不一定要到这个办公室啊 坦白说啦 我也很少看到王金平住在研究室 你知道吧 真正的办公室 不是啦一般到这个地位的人 他可能自己有自己的房子啊 在台北啊 比如说柯建民 柯建民他就在 他就在立法院的旁边 他自己买了一个房子啊 他根本就很少在他的研究室啊 所以这个当院长不要进来沾到这里的煤气 不过我跟你讲 你一定说韩国瑜不要进到这个高家瑜这一间 因为我们其中也有一个柯志恩啊 那柯志恩后来人家不分区又回来了 而且他没有选上那一次去高雄历念留下这个实力也不错啊 因为下一次陈其脉不能选啊 那搞不好 所以柯志恩要跟民众党好好相处 因为他要打败这个 他在高雄如果要当选 他一定要跟民众党合作 这个很现实 我最近试了一个东西真的很有用啊 所以要分享给大家 那就是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吃了两三天真的有明显的感觉 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质变好咯 那你知道这个睡得好呢 整个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专注 当然情绪也就变得更好了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我才认识了这个克菲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益生菌所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够维护消化道机能的正常运作 而且呢还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强大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礼物 而你知道吗 有上千篇国际研究证实 克菲尔益生菌 不仅是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的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总的平衡 这是解锁身体健康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于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 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们 选择太阳新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轻轻松松没有负担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为健康下单 也记得输入推荐码 有额外的监控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